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 主席以及所有今天列席议事会的民政部门的各个单位 还有电视机旁边的记者小姐先生 还有我们的亲爱的高雄市民们大家早 我今天尖对我们的民政部门要结束 就是关心到有的人即将来到 我们的准总统蔡英文小英总统也即将就位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准总统这过程的当中 他对外也澄清的向台湾人民展现了很大的诚意 他说他当总统 他要让台湾方整正义 意思我个人的看法是说 要让人得到准备公义公质 跟民主机制的一个权力对待 我个人的见解是这样子 我站在高雄市来讲 高雄市民进党议员压力非常大 为什么 因为中央民进党提名的准总统小英总统当选 高雄市也是民进党提名的我们陈局 严认第三届 所以站在民进党的议员来看 我高雄市是中央地方完全执政 本市为什么说压力很大 因为我们要做得更好 才不会过去专台湾人民对小英总统的支持 跟对丹局局势的支持 所以相对的议员在前线是压力最大 因为我们都在下基层 我们都在听民心民意 我们听到的声音最多 人民疏解压力跟不满的情绪的对口 第一个承受压力的 就是我民进党的议员高雄市员 所以今天在520我们小英总统要就职之前 我要非常恳心的期待 未来小英总统执政之后 完全执政 那么就是完全的负责任 所以本市在这里 也要跟国务市政府的所有团队说 李乔如一定会被国民党 在野党议员 监督我们的高雄市政府 监督中央 被他们更严格 所以我们不会像 国民党接政的时代 自己接政 自己点点 自己不敢说话 也不愿意说话 民进党议员 以后不愿意 所以本市在这里 也要让我们的行政团队心里做好准备 当然高雄市的权益 我们的中央政府 一样要给我们高雄市公平的对待 当然这包括了行政的资源 包括了法条的制定 所以我们看见中华民国的政府 到现在 有中华民国政府 到现在 所有的法令 很多不合时宜的 我们都期待 中央政府立法院 在我们的准总统 小英总统就职之后 没有假期 我们地方政府的市议员 也会在办公听会的方式 邀请中央的单位 跟地方的这个立法委员 中央的立法委员 都能够出席 来准备 配合我们的小英总统 翻转正义 我们的翻转正义 在我个人的认知 是要翻转人民的权益的公平 而不是只有翻转政府 便利行政作业的一个正义 所以在这 我要请问我们的法治局长 许局长 我们本时呢 有发现了很多 我们高雄市政府定定 在议会 我从在野党 一直到现在的执政团队的议员 我们经历了不同的 执政的政党的朝代 那我们也认为 在这个修改法令的部分 其实在中央是占了最大的部分 因为单行法规 我们地方议员 很强烈的要求 地方议会有绝对的审议权 我们也更希望 在我们地方的审议权 审查之后 中央应该尊重 那尊重审查 彼此之间 要怎么样来共事 那我认为 这要有一个另外的管道跟对口 所以 今天我特别在这里 有提出几点 我待会就要请教 我们的许局长 在你个人担任这个法治局长 是一个政务官的角色里面 在你的法学的认知里面 您认为 本席今天所提出的议题 您觉得有没有道理 那你觉得以后要怎么处理更好 我举个例子 第一 我们认为 逆政部订定的社会福利法 非常的有入人权 人跟人格 我简单的解释 比如说女性 她在婚姻的过程当中 失去了婚姻 她已经很痛苦 也很难过 其实也很没面子 但是现在社会 当然来说 现在非常的open open到 每一百人 几乎现在达到五十 都有零的现象 我不知道为了什么 但是每一个人 都有她感情决定 她自己的这个方向 可是我们面临到的 付出面临到的 有议题 就是我们的内政部的福利法规定 就是如想你嫁罪了 你要申请你担到经济困难 尤其现在的景气更不好 然后我们又见了她离婚后 她面临了两个压力 几乎需要政府协助的都没有办法过关 只有把所有的财产要申请对象 转移掉才有办法申请 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个女性 她失婚了 她要担心 她要照顾孩子 要教育孩子 又要上班 尤其在现在 又讲到22K令人喷饭 令人痛恨的一个薪资的代表 让年轻人最讨厌的22K 这个时代 低薪时代 她又带着一个孩子 然后呢 教育费 租务费 然后呢 她根本不用讲说要分期买房子 买不起 物价膨胀 膨胀到政府在这个消息的这个公平性 完全没有展现 那她必须要求什么 我问了对方政府的社会局 她说 这是内政部的福利法规定的 她说 这个女性 如果她婚姻 面临了困境了 离婚了 她要申请单亲辅助 或者低收入户 来照顾孩子协助她的话 她要准备 娘家父母的 不动产证明跟所得 她还要准备 离婚的前夫的 不动产的 这个 这个所得税 一切的证明 这样子两种的具备要件 让她才能够申请 这是一个非常侮辱 非常羞辱 这个弱势者的一个 人格跟她的权益 我就觉得 我们中国民国的政府 内政部这个法令 怎么会这样的定 现在是什么样的时代 现在不是 两性平权的时代吗 现在不是在讲 夫妻分产制了吗 她怎么会要求 一定要具备 她的娘家 父母的不动产 这里还涉及了第三人 就是她的兄弟们 愿不愿意 不是说大家兄弟这位感情都很好 另外的 第二个 我要讲的是建筑法规 建筑法规 看多久了 有政务告径 实施都市计划法 还比较后面了 建筑法规到现在 人民可以申请居住的 我如果一百个 我要申请多少 建筑法规 规定之后 我们的地方政府的都市计划法 一样还是给她用一个行政命令 或者行政的规范 来约束 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民使用的基地 一家有的百万领域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会在另外的公厅会 邀请中央来处理 列席来决定 到底 为什么 我们的法令已经不合时宜 尤其现在 土地这么贵 为什么 大家政府都说 你不要围中 我也支持 都不要围中 为了是 但是她二十五的坪 二十五坪 或者二十坪的土地 她的老厨 公历要登起 政府希望她登起 希望你三十名四十名五十年 都公历登起 为什么 为了持有的关系 为了公共安全的关系 我们希望你不要围中 我们希望你学会去 我们都要围中 问题 你们都知道二十坪 可以建起来 她现在建筑法规 加上我们帝影的 都市计划的法规来 压售的时候 她存十二坪 我请问 十二坪的厨是 买怎么站 你就叫我 不要围中围中 所以 你这个法令的 傲慢的野蛮 逼到人民 不得不违法 逼到人民 不得不违建 为什么 我买不起土地 为什么 低新的时代 在来临 然后我们的所得 没有办法能力 让我再去 另外买一个土地 让我的孩子 能够搬去住 好 第二 我们几乎希望三代同堂 那你三代同堂 你在建筑法规不松绑 他如何三代同堂 二十五坪 那三战楼四战楼就很压力了 你再给他 讲到定期的时候 存到差不多十五六坪 我请问 他要怎么三代同堂 我们发现 政府说的政策一套 跟实际的法令 是有相冲突的 让我们很难落实 所以我们自己的民意代表 我们感受 非常的深刻 所以翻转正义 就是要让 不合时宜的法令 都要全面翻转 尤其在这么好的时刻 民进党全面执政 中央立法委员过半 地方议会又过半 我们民进党的民意代表 还不做事 等什么时候呢 所以今天我与我的非常的 这个语气心长的要请教 我们的法治局长 你身为高雄市政府的法治局长 尤其你又是法律人 你的认知绝对不可以只站在地方政府 较好做工会法轨来这样处理 你还要尽力地考虑 冲突到人民权益的 比如说你的行政法 你的法规 你的单行法规或中央民法本身规定 冲击到我们的人民的民生 或者民法规定的私有财的财产群的时候 这样的部分 那局长您看法呢 或者你现在 担任的法治局长以来 你有面临到 你自己也有感触到 你也发现到 哪些部分都要需要变革的 也请你一并的来做答复 来 许局长请答复 局长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李议员 有关于小英的 所谓的转型正义 除了所谓的历史的不正义 南北分配的不正义 最重要其实还有一块就是 法治的相关的 中央与地方法令的一个限制的不正义 那在这边呢 其实从我担任这个政务官以来 我首先就面临 我们所谓的刚刚气暴 所以我们其实在贵会在做管线维护自治条例的时候 其实就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 那是适切我们地方需要的一个法令 可是中央其实就是不愿意正面去回应 正面去面对它 这其实就是地制法26条的一个很奇怪的限制 也就是说地方的立法权 其实还要被中央去限制住 那甚至于由行政院求援兼裁判的方式 来做一个你地方立法合不合适的 这样一个所谓的限制 我们认为这个已经是不正义了 那另外呢 有关于刚刚议员所讲到的 我们目前看到的像您提到的民法 那民法其实有关于结婚 有关于家属的认定 其实在地方或者其实全台湾都一样 所谓的家属这一块 是不是有包括同性伴侣的一个部分 我们努力着在推阳光助记 可是中央他就家属的部分 却做了很严格的限制 认为同居在一起不能叫做家属的一部分 可是这个是民法的限制吗 我们也很怀疑 那另外有关于那个财政收支化分法 它严格的限制 中央跟地方财政的一个分配 这个对地方是很大的一个剥夺 也因此造成我们地方的财政困难 这个也是需要去翻转的 那再来有关于行政区域划分法 所谓的地方行政区域竟然要由中央来核定 应该是我实际在治理地方的这样一个政府 我才知道哪一些行政区域的划分 对我是最合适的 可是这也要由中央来做核定 那包括另外教育法规 我们现在面临到所谓的资优生的一个教师员额的配置 那可是中央完全没有去考量到地方财政的一个困难 一定要严格限制你每一个县市的 所谓的资优教师的员额要配置多少人 其实诸如此类的我们认为 可能地方所做的一个法令 或者地方所做的一个行政的规范 其实是最适合地方的 可是这些全部都招中央去做一个限制或者钳制住 我们认为这个就是其实现在最需要去做一个翻转的部分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中央跟地方不要互相牵制 而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想想看怎么样去整合合作 来做一些协调 这是我部分的感想 谢谢 好 两分钟 就好了 好 一分钟 那许军长 那你刚刚讲的我都了解 那你同不同意 我们你你乐不乐见 不是你同不同意 议会自己来管理 我们议会就来邀请主席我们的议长 我们的康议长 高雄市议会在五二年小英总统就职室 我们就来开第一枪 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包括建筑法会 应该放放建立率 放放容器率 让鼓励人们你不要为鉴 我给你可以宽一点的这个土地面器可以先建 你只要把这二十二十五的轰动设施 公安的保留出来 你都可以建 类似这样的一个不合十一的法规 也像刚刚我们许局长你所讲的 高雄市议会来开第一枪 你也觉得怎么样 这个部分我们完全赞同 我相信议长他也很乐见 是 好谢谢 那请你这个回去之后 把一些议案都要研绎好一点 我们议会也会主动提携一些不合十一的法规 好谢谢主席 谢谢 谢谢李乔鲁 非常建议跟本席都非常认同 继续努力 好接下来我们请郑光丰议员 十五分钟 谢谢主席李武中议员 我想就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我们 现行我们高雄市的殡葬处的业务 那我上个会期我记得我跟应该已经换了处长 我看今天他有请假 不过我想也要很多的方面就请教一下局长 平常处在很多的业务方面在我过去一直特别是针对那个他的交通 他的交通整个规划还有他的整个空间的活用 那当然我这样的这几年来的观察我发觉包括他的人事 还有他的软硬体 还有我看他的裁员整个预算 我发觉其实还是相当的有限 而且不能很有弹性 那我最近我看到说像台南还有宜南 应该是这两个县市 他们特别在殡葬成立一个特别的基金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觉得局长应该可以来参考看看 因为在特别是这种殡葬的人事 其实很多的这样的公务机关公务人员 一直特别很多的人员不管是约聘要短期的人事 其实都要非常要有弹性的运用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会觉得说像我们高雄县市合并之后 那种土葬的地方 如果要再请殡葬处再花一些钱或者甚至罚款 这很多很棘手的问题 其实像我们像连远的骆驼山那边 我看那个用那种叫做一望无际的那种土葬的地方 我看都不为过 所以很多包括人事裁员这样愁挫不意之下 本席会很具体的建议说 这种很多的这样的公务预算已经不足以 那不管是现任的殡葬处长 还有我们整个整体的民政局这样做这一行的规划 我都觉得已经没有办法很弹性的用 所以我都觉得特种基金有比较有弹性的运用 那又可以让这个主管这个处长 我觉得可以更好地发挥 所以局长我想说 今天是不是带是处长没有到是不是 今天处长 今天那个谢处长因为母亲及住业 所以就近照顾有秘书啊 那个孙秘书 我想局长就统一来回答好了 我觉得像台南以兰这样是很好 我玩你家苦口婆心宫 这个交通这么混杂 因为这种交通要花钱 只要说涉及到公务预算 它其实有很多要机动去做调配 甚至要很多的细部的规划 我看那个冰藏处很多新的 包括我们冰藏的业者空间 最近我看那个规划的蛮多 那甚至很多的好像都市计划那个地方 也有做一个调配的 我觉得很好 但是毕竟这是我们常常不想 不喜欢去的地方 可是它毕竟是一个院辖市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每个人 每个高雄市民都要需要去的地方 它不仅需要一个庄严 需要一个专重 那需要一个很多业务的这样的谈性 我想局长那请你再回答一下 就那个冰藏的基金 我觉得这个有必要的做一个成立 局长请回答一下 好 局长答案 谢谢主席 谢谢郑光丰 郑议员 我觉得郑光丰 郑议员提出来的 这个冰藏基金这个概念 我觉得是非常先进 那我们会找时间去台南跟宜兰 做这个一个考察 跟一个了解的一个动作 不过就我刚才就议员所提的 我觉得其实以目前来讲 如果我们能够成立所谓的 冰藏基金 这个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减轻 政府的负担 因为其实政府在这个部分 它可以降低 我们在整个受制上面的一些情形 那第二个 也不会因为政府的负担 而排挤到相关必要的一些工程 因为基金它会比过去的这个 公务预算上会更具有弹性 然后更具有一个永续性的一个发展 甚至它也可以建立一些 一个激励的制度 然后提升我们的整个自偿率 让整个冰藏的有效的那个品质 能够进行一个提升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如果成立基金之后 我觉得我自己也觉得说 可以增加我们的公司合作的一个弹性 那其实也因为能够增加 我们公司合作弹性 我们可以引进更多新的一个服务的制度 那透过这些新的服务制度 可以让民众感觉到 其实公部门其实可以走在 甚至在走在私部门之前 而且在价格上 在很多的品质上 其实是可以凌驾一些私部门 所以这个我想我们会来努力考虑 甚至刚才也提到 我们也会让我们的殡葬处 避免因为过高的人事费用而排挤 因为公部门它是固定的一个预算 对那我如果原额跟经费他过高 他势必一定会排除到 相关的一些殡葬设施的一个投资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尽快的跟台南 跟宜兰来了解他们的做法 我目前知道台南跟宜兰 是两种不同的模式 宜兰的模式应该是全基金式 包括所有的人事费用各方面 也是由公部门成立一个公司 但是这个东西在制度上 可能会比较不一样 那在台南上面 那可能就是说 它是公部门拥有人事的部分 但是部分其实是由基金来致印 那两个我们会去权衡 那以目前来讲 其实议员讲的非常有可能性 来成立一个基金 就是说我们在税入跟税出 其实我们在殡葬处 我们目前是税入 其实是可以大于税出的 所以我想这个成立基金的可行性是高的 我想那个 我记得我记得一百年一年到一百年四年你们那个税出跟税入 我看加加减减啊 不过我觉得未来基金所有高雄市政府的基金 拜安西林冰藏基金 不过我会觉得说 我们是希望说如果把制度面把它弄好 我觉得因为编帐处要花的钱 很难你去用公议算去做一个怎么样去编列 而且一个科目 我觉得它需要一个弹性 是比较属于其他各局处 比较不一样的单位 所以譬如说像一些 很多不明人士的这样的一个塔位的处理 或者很多机动包括人士 因为搞不然我们就需要一些 懂得骰公啊那种约聘的人士 我都觉得那个是有必要的 所以我局长我倒是觉得说 这个我们可以慎重来考虑 那同时也解决我们高雄市政府财务的问题 在这样的一个很多预算排挤的项目之下 我还是具体这样的建议 好我们一定会尽快来弄 议员刚才有提到那个停车位的问题 也跟议员做一并的回复 目前我们来讲殡葬处的停车位大概四百八十几个 那其实是的确是在大日的时候 大小的时候像昨天我也有去殡葬处在看过 前天也有看的确是人蛮多 所以我们未来在我们的那个副顶金千丈之后 我们的A区在今年年底会完成 那我们预估我们会在A区 我们在做临时的停车位 还可以再增加两百个停车位 所以可以达到六百八十个停车位 那我们也希望说 藉由这两百个停车位有效的来舒缓 我们在整个目前即日的时候 这样一个交通的状况 以上 好 谢谢局长 今天刚好处长也不在 来 请坐 因为应该直接问这个新人 对 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研考会 研考会主委 我想我们上次 木鸟给予理的资料有一点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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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 那我们最近接到很多民众告诉我说 高雄市太多人在随地丢垃圾 也就是说上次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的民调里面 高雄的市容是大家最诟病的 主委来回答一下最新的民调看看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因为跟市民给我反应的都一样 好 主委回答 主委回答一下 跟议员报告 我们一年做四次民调 一二三次 最近是几月 最近 最近是三月 三月 我们问一下三月的好不好 三月 那 关于这个 可能是 议员要问的是 对于满意度跟不满意度吗 没有 主委 我看先请那个相关的科长 主委你先请坐 那个承办的科长你起来一下 可能更快 来 问一下 刚刚我说 我讲的问题 自安 跟议员报告 自安的部分 在我们高雄市政府这边 是一直都有在进步当中 所以在这一次的 自安都第一名 进步当中都第一名了 对 那在我们市府这边的一个调查 对于我们市府的整体表现 第一 最 熊盖 印象最差的 表现最不好 是哪一样 你们这个问题都是一定 咨询里面每一组一定有人会问的嘛 怎么每次都准备都不挤呢 在這個道路的部分是比較常會被出現的一個不滿意的項目這樣子 你連那個percentage的表現都練不出來 然後range rank也要講一下 你要告訴我說 所有的前三名表現最不好是哪前三名 然後他的比例是多少 科長你們這樣演考會這樣很不滿意 我覺得因為這個是一個老生殘男每一次都必須要回答的 科長你非常的不適任 我在你的腦海裡面這是一個所有市府裡面 一定要常常記在你的腦海裡面 因為你就是市長後面最大的幕僚 每一個政策推動執行最大幕僚 你請坐 主委請說 其實我剛剛要回答的就是這個 因為我們每年有調查說 你對市長滿意不滿意 不滿意的 一般 因為市長滿意差不多八成 所以不滿意的是 如果我想 我希望長話短說 我們最表現最不好的前三名是什麼 對 直接講出來就好了 我們有針對不滿意的問他說 你不滿意的是什麼 那前三名是這樣 一個是市政的規劃不足 建設還不夠好 第二個是有人抱怨市府市長沒有到那裡實地去巡查 第三個是經濟問題 就是這個事業比較多 這是目前這一次的調查裡面的前三名 這你的報告裡面有嗎 你的報告裡面有關於市政報告的那個 在那個裡面 報告裡面應該沒有這個細節 你寫的市政報告裡面 這個都是別人的市政裡面的一個資料啊 你的最重要就是說 高雄市政府整個整體的表現 還有市長 市民對市長的一個整體的表現 我剛剛講這個前三名就是這個 但是我必須要跟議員講就是說 雖然他是前三名 但是也有同樣的題目 也會列於說 有人認為整個市政的景觀非常好 市政能力很強 也在最滿意的前三名 所以這往往是不同人有不同的觀點 主委 我覺得還是不太滿意啦 不太滿意的原因是 因為你要告訴我說 我們之前的前三名 我記得前三名是 第一個是市榮的整潔 上一次 對 市榮的整潔 那這一次他並沒有出現 那我們 因為好多的民眾還是跟我反應說 我們高雄市民 高雄市的市區的市長還是很髒 那個 所以我是要來強調 現在的rank是到第幾名 在市榮的整潔方面 這次是出現在滿意 最滿意的第二名 但是上一次 對我 我只是講調查的結果啦 但是我要去解釋 就是說上次我們碰到風災 所以上次的市榮不整潔 這大家會覺得說 哇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 但是我們必須 主委我問一下問題啊 市長的 這一次最近的調查的 滿意度是多少 市民的滿意度 非常滿意 加上滿意 這兩個加起來 是多少 對對對 他的滿意度這次是在 市長的滿意度在80.3 80.3 市政府咧 市政府的滿意度是在 74.1 那是超高 超高 是 剛剛有一個問題是前三面 其中一個問題是說 市長都沒有去 那我們地方看看 主委你覺得背後的解答是什麼 你覺得這個意思是什麼 但是我必須跟 我趕快沒有時間的 主委你這個問題回答就好了 就是說因為市長其實很 經常跑 但是有些地方都沒有跑到 主委你這個問題就好 你不要再跌倒下去 我的解答是這樣 大家 因為高民調的市長 他都希望看到市長 所以大家對市長去 當地的地方 大家想 希望看看市長說 好 很久沒看到花嗎 看到市長 我覺得這是有期待 所以 一個八成的支持滿意度 還有七成四的 整個市府的表現 我覺得相當相當的滿意 但是我覺得 我們研考會 應該要掌握這樣的訊息 包括整個轉換 我覺得我需要那個資料 那科長我覺得 你好好的表現一下 因為從來沒有問過你 一分鐘 我們會把這個資料送給議員 我們要的不是那種很空泛的資料 而是說你們真的有去做一個分析 是呈給市長 為什麼這樣 然後整個表現的資料 我覺得你們要的是這個資料 而不是只有單單一個民調的資料 我比較強調是說 像資安的部分 資料部分等一下 是不是該再發揮一下 到底 我們在這半年過程當中 我們高雄市政府 因為上次警政署 有做一個民調 是所有六都之首 治安最好的 那當然也有民眾一直抱怨說 監視器都一直都沒有 妥善意 非常的不高 大家非常的抱怨 我不曉得這個民調裡面 到底你們在設計的問題裡面 還有都針對很多 我們民眾說 有關治安的裡面 怎麼樣去問到他的核心 我覺得那個有必要 是不是這個問題 最後幾秒鐘 再請我們主委報告一下 我們關於治安方面的做民調 這三年有逐步的上升 當然我必須承認 還有很多改善的空間 譬如說今年 去年是70.26 今年是70.47 有些微的改善 但是如果你要再延伸到後面 就是說 101年是64.8 從102年開始變68 所以他其實是有在改善 但是我這並不是講說 我們已經沒有 其實還有很多地方 我們必須要加強 譬如說哪一項 像剛剛議員講到就是說 其實我們事務裡面 很注重的就是說 譬如說像監視器 這個妥善力不足 我們現在也在努力再改善 譬如說 講這句話要負責任 將來改成租用的 這樣比較容易 維修比較快 這個就是我們 在努力的一個方向之一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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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來我們請林務保議員15分鐘,謝謝 謝謝主席、林務長議員、民政部委員、各位局處所長 大家早上大家好 我有一個問題,要問兵葬處 沒關係,你們處長就不在 但是我想問宗教理事科蔡教授,請問一下,怎麼叫三官代帝,你知道嗎 答喔,知道就答,不知道之後不知道什麼 水官、天官、地官 那是誰呢 那是算大紀元本,以前 沒關係,那是以前搖碎雨,所以都曾三官代帝 所以,有一個問題 這是宗教理事科,不是啦 是你們殯葬處 跟所有的還有的關係 因為我請去參加你們的清明節 還是中元普渡 我想我去參加你們的祭拜 我說真的啦 有很多單位 那些甘蔗議員 他對清明節 跟中元節 還有于南盆節 他真的真的什麼一點概念都沒有 我想要去拜拜 因為局長是,他不是佛教也不是道教 所以說你可憐看門 清明節比較沒有什麼 清明節是祭拜祖先嘛 那些中元節就不一樣了 中元節應該是比較嚴肅 我有時候看 有時候我們鄉親去那裡拜拜 因為中元節最重要的就是一個坡土工 那坡土工 那坡土工 那坡土工是不是 我們請教師在那裡念酒 是不是 終究伊安的習俗啦 一定要拔杯 把那些東西 才能收回來 但是 有時候 我們可能對 我們的鄉親 他們的告知還是教育 真的真的是不夠 過去拜拜 你如果說清明節 就拜祖先 我拜拜 我收收的就回來OK 但是中元節就不一樣了 中元節齁 他的定義啦 他有分佛教跟道教 佛教是叫漁南盆解 佛教叫漁南盆解 佛教叫漁南盆解 那我們的道教 道教是七月十五地關 地關 遙順雨叫三關台地 遙順雨 他的中元算得關嘛 算得關 他這是 因為 他是在一個執別心 所以說他在七月 把這些工藝野鬼放出來一鍋位 讓他可以 一鍋位香火施死 就是他做的過點 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 在我們無人救母 延伸而來的 延伸而來 所以說這是三關台地 中的地關 他是遙順雨 遙順雨 因為 我請看人們拜拜 當時也沒那麼多 但是我覺得這有時候 如果是道教信仰 我感覺那個不好 因為七月十五地關 阿安地關的放那些國文 那幾出來在那 我們很誠意的 搬到很好的東西 讓他施死 你有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那個坡土工 那坡土工 他是主宰一切 他在那裡的糧食 所以說道書 在那裡黏黏的 有的沒有 一定要拔包的東西 要收回來 我現在看了很多 看了很多說 拜拜 那他就收回來 但是他在我的土 給我的信用 你收回來 有時候真的那些國文 他會給你回來 因為我沒吃飯 你給我收回來 我其實這是屬性的 這種 不要說天氣 我在八八水災的時候 我說真的 我如果來議會 我一天煮三機車 整天我就痛到要死 也不知道哪邊痛 因為八八水災 我既山很嚴重 我就要救災 在那家裡 搶來搶去 每天這樣搶 這樣搶 死亡也這麼多 但是我在想 他也不是來找我什麼 他可能在想 你民意代表 他有什麼圓區 他要來跟我們講 好幾天 晚上都沒睡覺 晚上總結 睡不著 我親身體會 各位 我去問 我怎麼要問神 他說你這 全身哭 想想的 那天開始 我晚上很好睡 所以說 不要說天氣不信邪 既然你是佛教 既然你是道教 就是應該要遵守 他們的習俗 所以說 我要把我們 兵葬處 我要說一下 有時候我們地方 以前的人 他對一個習俗 可能比較不了解 有時候 我有一個 不要說對 有一個阿桑 他的金 我們現在 讓我們的紙錢 都集中在燒 你知道他們裡面的人 交代說 叫他去燒 死者的名 我覺得奇怪 今天中原節 是要來 葡萄 我們這些 好兄弟 為什麼 你要抓錢 要燒 死者的名 他說 父母 我不會想 你去我們的地區 因為你去給我 炒好嗎 我覺得很奇怪 我跟阿桑 跟你說 他說 我裡面的工作人員 也跟我說 他們一點的洗水 嘗試 都沒有 因為 中原節 我們主要是 要來 葡萄 安 地關 放出來 那些古人 那些貴 那些好兄弟 所以說 有時候 我們的工作人員 跟老百姓的告知 就有一點差別 所以我們在這裡 要拜託秘書 跟我們中校理事科 因為雖然這是沒拿會 但是我覺得這個 有很重要 有很重要 是不是你可以找一個時間 把你們有的殯葬館 那裡的廣州公園 主管 叫來 首先我們不來也沒關係 我們可以請一個 對這個道書 對一個我們道上 因為 比較密的 跟他們講習一下 什麼叫 中原節 什麼叫 親民節 親民節 我們祭拜的對象是什麼 因為親民節 祭拜的對象 很簡單 親民節 親民節 我們現在也是誤導 我記得我小人在讀書 有韓時節 韓時節 韓時節是由來 因為 其實你看 一人對 不實在 我們不喜歡 因為 韓時節 現在放12月 一位 令我們很盡 這樣 哪位 除非 有 但是親民節是在韓氏姐的前一天 但是現在親民節跟韓氏姐又是搞錯了 大家都搞錯了啦 都分在一起 那都沒關係啦 那個時代在變齁 那個以前清了現在民國 電工會變齁不知道 那都沒關係 但是我們要知道 要真的要講真的啦 親民節比較簡單啦 首先親民節比較簡單 親民節是祭拜祖先 所以說那天我去拜拜 大家拜拜之後 那個時候才會有所謂 那天我去拜祖先 這一直沒有很多人 就跟你們說 就那天我們要來拜祖先 在那邊 那邊聽說 就搞什麼 那邊提過 我告訴你 przy 可是那個寶寶 那邊也會有信 我自己卡得很嚴重 我知道了 爸爸 真的在我們秀娜村那一百人 他一時間他是怎樣的他都不知道 所以說他會來找民意代表說為什麽 所以說他卡得很多 議員這不會體質 這是中淵節你如果在佛教是沒有人求 這沒有人求沒問題 那個安副祖母說你的母親身也知識科佛 我說大家看看大家有沒有知識科佛 好 那就沒有了 我今天主要不是說這個主要是說 我們拜拜的習俗 要要跟我們的殯葬館那些工作人員 跟他們告知 什麽叫齊兵節什麽叫中淵節 什麽叫羽蘭盆節 還有一點 對法令 法令也應該要教育 說真的 有很多 法令 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說我請到那個安殯葬處 練就完 練就完 他也是頭到痛 他說有時候第一次人對法令的不知道 有時候怎麼要生 要申請 很多東西 有時候 我們就不知道 就好 直接的一致肥絕 我感覺這樣不好 真的這樣不好 所以說有時候 這樣的主要旅客練就完 他會去處理事情 所以法令的問題 還是洗手問題 我要拜託局長 你選擇拜託局 跟中小禮食課聯合 聯合 跟法律問題 跟許許問題 辦個教育獎席 讓他們知道 有時候 我有一天 我有一天 那天 剛才在 不要說 所在 因為他們祖先 在清條清條 那時候 現在要求 要求 要求 來 我們說 NO 有 我說那樣不行 你要去保證 要去保證 要去保證 拿他們 那個那個 可以連作會 我就知道 就是可以了 但是 我們對法令 真的不清楚 真的不清楚 有時候 因為以前 電腦的 建立 沒想到 所以保證 保證 他們可以什麼 無法考核 應該可以 副政科 副政科 是不是可以 請說明一下 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副政科 副政科 謝謝林議員 這個是要看他的相對利害關係 如果審核 是可以的 那依照副局的 這個 譚本合法辦法 是可以的 那是簡單的 因為 因為 他要求股起來 要去淨桌 要淨桌 但是 他一定要 保證在那裡 但保證要一起清掉 我們的電腦 建置已經沒有了 這樣去保證 很清潔 我們就把小姐 無可考核就好了 不是可以嗎 應該可以吧 因為 孫明醫師 回答一下好了 好 孫明醫師答應 科長 謝謝 謝謝 跟議員 報告 那個 這個是可以的 這我們的 收費標準的 第五條 我們就有特別規定說 如果就是說 那個 起決的墳墓 它的年代過久 那戶籍機關 查不到相關資料的話 我們可以比照它 遺族涉及的地點 來申請解免 第三報告 首先 如果剛才你說 你們的聲音很清楚 為什麼 你們在那裡工作人員 為什麼都不知道 這就是你們的問題 所以說 應該再教育 要再教育一下 這是我要圖寫 還有 孫明醫師 這邊 我們那時候 要問處長 人 六股六股塔 我想說過 很多 他們那個停車場的問題 但整個處長 政處長 他有答應 他已經說已經在規劃了 整個已經兩年了 你們處長 今天還要來 現在進度 現在進度 請導 那個必須導 跟議員報告 那個 六股那股塔 因為那個 我們現在 原本他現場 有二十五個停車位 那今年 我們也在那個 墓鎮的公布道路 擋土牆的工程裡面 我們也有在 在辟地 然後增建 將近一百個 停車位的臨時停車場 來供那個 祭拜的民眾使用 這刀在 哪裡啊 沒有嗎 是在那個塔的那個旁邊 對啦 旁邊有 房地人收 人人收 那時候處長還要租 沒有 我們是在塔的那個 那個旁邊 我們有找空地 那必須的 那預定的話 今年 今年現在正在 規劃 那預計的話 年底就會 可以完工 年底 那今年的中元節 真正好嗎 欸 中元節的話 我們 年長了 是 今年 旁邊我也要好嗎 是 屬性 都 你 有 沒有 那 配箱所在那裡也有所在 因為那些地方都要同意 我們去開閉那些規劃嘛 要給我們拜託加進腳步一下好不好 謝謝 還有一個 要感謝小保官 小保官 妳知道嗎 妳知道嗎 我剛才給妳講那個問題 我拜託一下 因為 因為 政客所有的孩子保守的問題 那天我們台灣是通案 但是政客好像 經濟比較不太好 為了孩子要帶回孩子 好 議員長 還沒報到 錢就沒錢到刷卡 就料理了 我現在來臨 服務所說到 也不太好 我去找妳 妳就說 我剛才已經有在處理了 拜託一下 可以給店名歡迎 極盡之處理 也不要去煩惱 可以讓我們鄉親的權益 可以拿回來 我們就拿回來 謝謝妳 謝謝 好 那個 並張出那個 順秘書 六歸納谷塔 有沒有變預算 有沒有編預算下去 沒有錢妳怎麼做 有沒有 跟主席報告 那個 臨時停車場 我們有經驗度的預算 我現在問 那個 納谷塔 有沒有 六歸納谷塔已經蓋好了 蓋好了是嗎 是蓋好了 現在是講那個停車場 林議員的那個 他的問題是說 要我們針見停車位 好 那再加強一下 剛才那個 林議員講那個 暮年的母親啊 就是自私刻薄 不做善事 所以淪為惡鬼 我們要迎以為戒 好 接下來我們請郭貞民 謝謝趙吉仁 謝謝趙吉仁 趙吉仁 我有事業的書面質詢要列入大會紀錄 請主席財事 好可以 謝謝 民政部門的各個官員 所有我們的議會 董人 趙吉仁 今天要就 這個民政部門質詢的時間 來跟大家請教有關 我們高雄市政府 研考業務的相關問題 我的質詢主題是 檢視施政的能耐 是新聞過後才知真功夫 我的結論是 我希望我們高雄市的重大新聞輿情 除非市長只是不列管考以外 都要列管考來做施政成效的一個考核 我接下來把這個原由跟大家做個報告 前幾天 未來事件交易所又公佈了 他們對四月份六都市長的民調 這是一個比較另類的民調 他是用網路未來的市場交易 用價格的方式 價格越高 表示滿意度越高 陳菊市長當然在六都又是排第一 其實這個結果跟大家意料沒有差距太遠 但是這個第一 對我們來說 怎麼樣再追求 每次民調都是第一 但是高雄市要如何讓我們的市民 享有更滿意的施政成績 我相信我們除了心裡稍微有一點值得肯定的開心 獲得肯定的開心以外 我們還是要持續的進步 所以我用三個 我用一個點來跟大家做個討論 高雄市的施政成果 它的推動除了一般的施政計畫 我們每天早上透過城會 對整個市政的輿論 保管 pistol 清崔運動 行政的程序 行政的程序 這個行政的程序 其實從我所知道最早是 謝長廷市長就開始 搞不好 吳敦義市長可能也就開始 一直延續到現在 我認為跟我們高雄市的施政滿意度 這麼高 其實有一定的關係 因為我們除了既定的施政計畫 我們還重視移情 把余情里面可以用的一些意见 捡进来 施政一定会遇到人家的褒贬 我们有则改之 无则免之 但是针对 有贬改之的改 能不能到达那个定位 关键除了在事后各局处的态度 其实一大成效 会在研考会的身上 研考会 研是一个政府的头 火车头 可以说是一个政府的管家婆 到底未来所有的施政成效 能不能到达幸福的定位 这个就在我们研考会的管家婆身上 前几天 有一位我们的公务人员 写了一篇报纸投书 说三十万的公仆 等着林全院长来做改革 里面说的改革政策的第一项 就讲到我们的研考政策 东也研考 西也研考 考到所有的公务人员 每个焦头烂了 到底研考 确实也给我们所有的公务人员一定的压力 可是如何考到定位 就是关键在每个政府的能耐 我用三个新闻来凸显反映出我们期待 研考单位在加强补强的地方 这三则新闻在高雄当客的处置 跟之后的状况 我用这三件新闻为例 这三件新闻只是例举 第一项 就是在2015年 就去年的4月7号 左营文府国小 所有的师生 在向外抗议 经过6000个师生跟周遭居民的联署 反映出 在左营的东秋之际 83天里面既然有62天 空污状况是超标的 PM2.5超标的 所以他们拒当空污难民 苹果日报用全版的版面做个报导 报导之后 当天我们市府也做了积极的反应 请我们环保局长 跟我们的教育局长 立刻赶到学校 在下午就开了一场记者会 来宣布宣示高雄市政府 的教育局跟环保局 不会放着我们的学童们继续受害 召开记者会宣示 我们对空置品质的管制 的管理态度 这个是当天的动作 这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也是一则好新闻 是在去年的12月16号 联合报的报导 报导出一位中山大学的副教授 刘小姐 到我们高雄市的市图总管 地下室的儿童图书馆 他在儿童图书馆里面念书给自己的孩子听 但是却被阻止 说声音太大声 所以他在他的脸书秀了儿童图书馆 难容真小孩的一个感慨 那我们的儿童书馆 真的是傲人 值得我们骄傲 里面相关的布置 跟空间 都符合小孩子的相关需求 大家看照片都知道 可以说美轮美奂 不仅可以让小孩子念书 也可以再让小孩子 有一定程度的活动 可能需要安静 不敢讲玩乐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个空间看起来 就让小孩子不跑都不行 这样子的一个用心 却让在使用的过程里面 让家长有这样子的感慨 小孩子亲子关系的互动 出了问题 所以报纸写出来 反映这个问题以后 当天我看到报纸以后 我也打电话去问了图书馆 图书馆这边也说了 未来他们的规划 会朝安静阅读 跟亲子活动开放阅读 两个区域 让这两个区域能隔开 让怕吵的在另一边 让想听阅读的在另一边 我也觉得这个方法蛮好的 我们的承办人也说 这样子的诉求 解决方式也承报给市长 这个是这则新闻 当天报导跟当天的结果 第三则新闻 今年的1月19号 东森电视 电视媒体 报导一位女士 骑摩托车的时候 因为前面有车辆 遇到天蚁路滑 偏偏她又在斑马线上 刹车 因为斑马线的摩擦力不一样 造成车子滑倒 所以建议 所有的斑马线设置 它的摩擦力 必须要再提升 防止我们的标线 成为机车族的行车陷阱 这也是一则好新闻 可以保障我们市民的行车安全 当天也访问了 我们的交通局的科长 科长做出两个反应 一个就是 我们在路口会刹车的地方 我们把斑马线加宽 不要让斑马线的摩擦力不一样 造成它滑倒 第二个呢 我们在夜照式的路段 铺设防滑系数比较高 耐磨的 而且防滑系数比较高的这个标线 但是成本很高 高出原本的一般的20倍 这个也是当天新闻播出来以后 我们的承办人的态度 而且他的态度 他的建议方式就写在 当天的新闻里面 好 那相对的 我们就来看看 新闻过后 当课这样处理 但是新闻过后 我们做了哪些事情 4月7号 所有的学童 抗议以后 我们也大开记者会以后 这一年我们做了哪些成绩 我们做了资本的工作 包括议会通过 我们高雄市的 环境维护管理自治条例 我们取得 所有固定污染源 排放排碳的减量权 我们也要求二行程的机车 在109年要全面下架 不要在高雄当乌贼 这些种种 资本的工作 我们做了不少 但是治标的工作 新闻 记者会当天就发布 高雄市 我们有公布一个各校的 空气应用品质计划 红色等级第8的时候 要关窗上课 减少户外活动 指报第10级的时候 应该立直停止户外活动 这个是当天就公布 那其实啊 能不能做到 很困难的是 大家知道高雄市的天气 很热的钥匙 很热的时候 教室又没有冷气 怎么样学童关窗上课 实际上学童还是开窗 只好戴着没有办法 防PM2.5的口罩 继续上课 所以我们对治标的解决 没有作为 让这些学童 继续在CPM2.5 一年过了以后 有没有人回到文府国小 去跟他讲 我们有哪些事情该做 或哪些事情 我们还在努力 没有后续作为 第二个新闻 我也不知道 我有跟局长 跟我们组长联络过 大家知不知道 过了五个月 儿童图书馆 到底修整的进度如何 实际上当天说要这样子做 最后没有办法这样子做 因为空间有限 没有办法隔整两间 他们只有在现场 把标准放宽 让小孩子可以稍微吵一点 那相关的作为 有没有在后续做个反应 让人家知道 这个作为是不是 已经穷尽我们可做的办法 要小孩子安静的念书 到底是大人的规矩 还是小孩子世界的规矩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 让研考跟文化局 跟我们的图书馆再去思维 但是这个涉及到高雄市的小孩子 有没有办法在很人性 这么美好的空间里面 加强我们的亲子互动 这个后续 这个新闻的后续呢 第三则新闻 这么好的一个建议 这么好的一个新闻 提醒我们如何保护我们市民的行车安全 这则新闻是 后续却他有一些建议的方式 我们高雄市提出了多少 要在路口加强 这个防华系数提升的 要如何保障 机车族的安全 我们也不知道后续的情形 我现在只是举了三个案例 这个三个案例都会让建盟有一种感慨 新闻在笑的时候 大家相当严肃的一个态度 新闻过来有 有点小风气 会让人家觉得 尊贵水没粉 或许 所以我在提到 虽然我们现在第一名 但是我们自己的要求更高 我们要检视我们的施政能耐 其实我们更应该放在新闻过后 才能测出高雄市的施政真功夫 也许大家会讲说 这个评比 是大家连施政后的感觉 也都纳在内才会有这个评比 但是各位研考 各位官员都知道 新闻发生的时候 一群人不满 新闻过后 一群人忘掉 只剩下 这些利害关系人 他才能继续 他就继续干扰 他就继续干扰 时间久了 累积会更多 如果我们的施政 能朝让这一群 直接利害关系的人的感受 去做处理 能做的 我们去做改善 做不到的 我们让他知道 要清楚我们做不到 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对自己负责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与情 由扁改姿的 改 能否到达定位 我要拜托我们的管家婆研考会 重大新闻与情的 列管 过去啊 我在市长室也服务过 都是市长直接指示说 研考会要做列管 这只新闻 后续才会有列管事项 但是市长有时候忙 一时没有提到 其他首长也没有提到的时候 就会落高去 所以我现在反过来要建议 只要市长没有指示不要列管的事项 请你们就当人列管后续的成效 让这样子的幸福感受 能改到定位 这些数量会不会 好 一分钟 这些数量会不会多到让研考单位 负担不了 或者让个局处受不了 过去我服务的经验是 一个礼拜要列重大渔情 了不起六七件 了不起八九件 好再多了 你们可以去统计一下 数据在你们手里 有要求重大渔情回复的 八九件如果再扣掉一些崩梗不用 是当日新闻的回复的 真正要列研考后续改善 施政追踪的可能不会到五六项六七项 一年这样加起来 了不起百项 这个百项的研考如果可以让高雄更进步更幸福 让我们的满意度更提高 那个会是市民的福气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提出这样子的一个建议 是不是就请我们的研考会主委 您做个回复 好 主委到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议员希望能够高同市能够好上更好 这一点我非常钦佩 那议员也知道我们有个成会的一个机制 那的确重大疫情在那里讨论 有些事情 这个市长会讲 这个请研考会列管 但是是不是研考 他没有正式这样发言了 就不去列管 没有正式列管 但是其实研考会都有一直在追踪 我举刚刚议员讲的三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儿童读书馆 其实那件事情在新闻出现之前 那个刘教授 那位刘教授 那个中山大学刘教授 他就有在我脸书里面 告诉我这件事情 所以我在市议会里面有提出来 那个成会里面有提出来讨论 那也有一些方向去解决 后来我也是拜访潘馆长 也建议说 其实除了这个空间的改善之外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馆员的 这个教育训练 我们要做一些调整 也要找一些专家 因为小孩子 你不能叫他完全不吵 所以吵跟不吵之间 有一个斟酌 那这件事情我们是有在关心 至于这个空污的问题 老实讲空污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外面环境不改善 其实里面也很难 不过一言讲到 治标的东西怎么办 其实这件事情我们有持续关心 那这个礼拜 我们也邀了环保局跟教育局 到研考会来 我们要讨论要设置 有一个空气盒子 不知道一言之不知道 就是那种空气盒子是随时监测PM2.5 我们在高雄市的各个学校里面设置这个 那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其实虽然他没有被正式列管 但是研考会并不会就是说 不列管就不去管 那这因为我们在包括在工程上也是一样 我们是三千万以上的这个计划列管 也是因为说我们也三千万以下呢 要各个局处他自己要有一个管考的一个计划 所以研考会到底要什么事情都管 以至于各个局处认为说 你来把他管就好 他都不用管 这个也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这个中间的斟酌 但是并不是研考会都不管 即使不正式列管 我们也是会找事情 这个重要的事情 这个尤其是重大隐形的事情 会想办法来协调各个局处 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如果这个问题一直不解决 到最后市长一定会讲说这个要列管 以上这样报告 可以让这个程序更新 那个丁一元报告 那个机制就是我们的陈慧 其实重大的雨群都在那里讨论 虽然陈慧已经十几年了 还是有这些漏网之类 所以这个机制既然是市府里面有的 现有运作机制 把这个机制做一个稍稍的调整 能不能把这个洞补助 你们想想看 好 我们会对于这些重大的疫情事件 特别注意 让它不再持续发生 好 谢谢 好 我们接下来请黄淑美议员15分钟 主席 我们面前部门的市府团队 大家知道 民政局的业务 可以说从生到死亡 都脱不了关系 所以业务非常非常的环琐 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死亡 以前的人死去都会说要投资 但是现在的人环保意识抬头 所以90%以上都是用火葬的 当然也有树葬也有海葬 但是这都要经过火 火烧过之后才可以进行树葬或者海葬 那这个火烧了之后呢 其实大体在火烧之后 会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污染 包括这个陪葬物 包括这个大体里面的假牙 再来就是兽医 再来就是 它所有穿着的衣服上面 所产生的一些污染 都可以让整个空气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带牢心 那我想请问我们的局长 局长 现在高雄市有几个火化厨 然后有几个火化炉 来 然后局长到 局长 谢谢主席 那谢谢黄议员对于 那火化炉具的关心 以目前来讲 我们大概有23座的火化炉具 23座嘛 两个火化厂 两个火化厂 那两个都有在使用吗 有都有 两个都有在使用 而且我们今年 特别也 已经完成了我们一兵的 18局的火化炉具的一个 台湾 那目前都是 等一下我会一一的再跟你探讨 然后一年大概可以烧几具大体 大概约两万多 两万多 一年可以两万多吗 好来 你先请坐下 我们来看一个数字 这是六都的 六都 局长你看 台北市 它才14个火化炉 它可以 一年可以烧两万一千多 但是高雄市呢 它有23座的火化炉 它火化了一万九千多 呃 我要讲的是火化炉 几乎多出了将近一倍的量 但是 我们常常 每个议员 几乎都会接到 定没路 我一开始 我还以为 什么叫做定没路 定不到路 这个为什么会定不到路呢 都会是 大这个时 你如果好这个时 是不是 大家都感觉 所以就很难定到 就变成说 诶 民意代表需要去讲这些说 诶 他是不是可以教育的时间 来给他 好 所以就会 产生说 定没路 的情况 但是我们看到六都 像台南市 台南市它的做法是 好 你如果要指定时间 你就必须要加三千块 你就要互费 互更多的钱 局长 高雄市 可不可以这样做 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 定没路而经历 谢谢黄议员 我相信 我们并不是很支持 我给他花点钱 我没可以来用时间 因为对高雄市市民来讲 每一个市民 他都是平等 都是公正的 都是 可是大家都是平等的 是啊 可是定不到啊 我不可以 因为我 说我加三千块 我加三千块 你当然大家也不会 花钱被选的不来 对 所以我们才会 帅 我们每次走在最前面 我们公开的去 每一个时间 因为每一个市民 对我们来讲 都是平等 不管你是好呀啥 我们公告他的时间 现在还有其中千年吗 你先来 然后你先定期 这个时间就是以下 你先 什么先定期 这个时间就是什么 因为每一个市民 对我来说 都是平等的 是啊 你说得真好 但是问题是断幕了 如果断幕了 他要怎么 所以因为这个时间 只有一个 我们的炉矩 十八岁 所以我们的 你要告诉我 我如果定不到这个时间的话 你要怎么跟我讲啊 跟议员报告 因为如果大家都要拼 即日即时 那当然没有办法 因为即日即时 是所有的人都想真的 但是我们就会有疏导 就说 列宕提早三天 或说你可以 你可以其中的一天 或是用非即日 因为如果用非即日的话 所以这也是回答议员 就是说 是怎么有可能 台北 他们会 他的炉矩没有那么多 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情形 其实他们也有这个情形 他没共 我跟他们的局长都聊过 他们也有 一样的情形 一样的情形 对 因为大家都要争 即日的时候 即时的时候 即日跟即时只有一个 全部的人都一样 二十三座 所以你现在是 辅导他们在其他的日期吗 对 因为在台北 他们可能已经比较习惯说 阿欢姐 我跟工商社会 大家觉得就说 我找时间 能够来进行火化 找其他时间 所以我们其实也有相关的 这个配套的措施 包括我们说 如果你用三天 或是你用非即日 你用淡日 其实我们都有减半的这个措施 甚至七月份 我们是免费的 是 好 局长你先请坐下 我赞成你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 万一他定不到 即时即日的时候 你应该要辅导他 在其他的日期 现在人家开发 或许你跟他讲说 不然你先提早两天来收 还是怎样 台北市就是这样的做法 他就是辅导他在其他的日期 所以是怎样 他的十四的路 他有法度 收拾在 两万一千 几个大体 那高雄市呢 相对的 我们有二十三句 二十三句的火化炉 但是我们只能烧一万九千多 来 局长我想请问一下 你二十三的 那都有在运转吗 有吗 二十三个都有吗 谢谢主席 谢谢我们这个议员 当然我们二十三的炉具 都有在做 都有在运作 都每天都有在做 不是这样吗 十八句里面 一边是十八 我们一定会 你没可能一个机械 是 汽车也一样 一定要有一个时间 让他休息 所以是轮流吗 对 对 那基本上我们大概都保持在 呃 在一边至少有十六座 然后在 在 那个 一天十六座吗 对对对 局长我就是要问你这个 不是二十三座 都同一天在运转 才是要轮流的运转 一定的 你一定 那个炉具 你不可能一直操 你如果操到没了 炉具就先坏掉 好 所以我们一定会有这样一个操作的模式 好你先请坐下 那我们来看收费标准 你怎样把 百岁收钱 来 这个台北市呢 如果你是本市的是收两千 如果你是外县市的是收六千 来 高峰市呢 你若是本市的是三千五 外观市的现在是一万 来 局长 是不是这样 我们的收费比台北市比较贵 是不是 谢谢主席 谢谢蓝黄议员 其实那个议员 你现在所提供的这个数字都非常正确 但是就是我说明一下 在台北跟新北 因为他们在整个火化的这个收费上 他们是在找我们十几年 就已经收了 对 所以他们那时候的那个标准 其实是跟我们在立基点是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其实也有在严厉 就是说 他也有参考台中还有台南跟高雄的金额 因为其实 大家都会觉得说 好像是会使用者付费 那也包括我们最近也将我们所有的卢具 做一个全体性的态换 所以你从民国几年开始收 高雄市从民国几年 我们在过去 我们在去年之前 我们基本上我们在高雄 我们火化 因为当时要推动火化 我们鼓励火化 所以在之前我们其实是没有收费 之前没有收费 从103年吗 对 去年 104年9月 9月12号 从104年开始收这样的价钱 我们收3500块 但是我们其实还有相关的配套 低收入付是不用钱 低收入付不用钱 然后中低收入付是减半 那你回馈附近的铝呢 我们回馈附近的铝 我们在一边的部分 我们在周围一共有6个铝 其实是免费的 那有17个铝是减半的 那在二边的部分 我们仁府铝是免费的 但是我们另外4个铝是减半收费 局长我希望可以扩大到三明东区都免费 希望可以这样 因为空气的污染太严重了 是 这杯不是说大国的附近的礼 卫中逢的 好不好 好 我来研议 好 你先请坐下 来 我们来看现在这样的收入 如果 好 假设一万块 欸 一年可以收2亿5年 收2亿5年 但是我看到你们边地 修散会 针对火化炉的修散会 来 你们一年编多少钱 局长你知道你们一年 比较多少在修散而已 如果你要照这样的收入 你一年可以收1亿5 这2亿5 那就是你边地 火化的 这个修散 火化炉的修散 一年 只有500万 来局长 是不是这样 来 对小主席 大概在600左右 大概600左右 对对对 你看如果如果这样收费 你一年 一年哦 你可以收1亿的影响 是 好 1亿的影响 那就是你开始修散 你就是没有在修散 所以财政油这些 炉具啊 一直损坏啊 如果你都不去维修的话 就像说 那人如果没去保佣 是不是也会 老化比较快 相对的机器也是这样 你如果平常不编 维修的费用 它就会 淘汰的很严重 淘汰的很快 议员报告一下 我们除了在这 五六百万的这个修散费 因为我们都在这 这集聚都新的 是 啊我们还有保固期间 保固几年 保固 我们保固5年 5年嘛 对不对 这五年来里 当然我们来看 楼子的这个孙孩的这个 这个是固定 好那我问你 是 你们民国几年 这个有争取到 中央的钱 来做这些 全新的卢具的态换 下面洗水 我们应该都是自己的 自己的钱 费用在进行变列 好那最近 最多的是什么时候 最近就是这三年 我们大概用 一两亿的钱 然后将我们18具 卢具全部做一个态换 全部都态换过了 所以我们目前 整个火化卢具的部分 可以说是全国算新的 它最后五年的保固期 是什么时候 五年 因为我们是分三期 来进行这火化卢具的态换 所以这五年 其中都有一年两年的 这个时间差 是 所以五年就必须 已经完成第三期 我现在跟你说的就是 你现在用这样的收费 是有交通的 外交的 就是说 免购市政府 再编另外的医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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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火化卢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以你刚才跟我们说的 收入 一年 有可能一亿亿 但是 同机关做一个 補股 因为我们是 同机关 我们所有的 税收入 都是入 市库 是 然后再由市库 再编链予算 所以 比较不能够去 局长 所以你要编 维修会要编多一点 是 你编不够 你这些炉炬 就会开放很快 是 如果你编够的话 其实不会这样 是 其实这样造成空气污染 非常非常的严重 是 你看我每天都在念废 很多议员都说 那欧烟才会一片 这么大片 跟议员报告 现在 所以我们在完成 是有改善 已经几乎 我已经多次的去检查 因为我也常去殡葬处这边 可以跟议员报告 现在绝对看不到 这个黑暗的经营 大幅改善 确实有改善 第二个也跟议员报告 我们为了让我们市民 所有的朋友去了解 我们整个在排放的部分 部分的状况跟情形 我们在今年 我们也会用130万 我们完成我们的空污的 这个监测的一个仪器 因为我们不要让大家 所以会去监测 所以都会觉得说 好像都是我们家排放废弃 我们未来每天都会有 非常准确的电脑的数据 提供给各位 我们的代表 就是说 我们在哪一天 哪一个时间 我们到底有没有超量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过去很多的这个排放 就是因为民众喜欢 我们把我们爸爸 就要放那个高耳房 对 就是里面都有一位 培葬物 对 我们在两个礼拜之前 我们也办了一个 我们环导 环保培葬物的一个博览会 那里面 市长我时间有限 你先请坐下 谢谢 呃 其实我要讲的是 其实殡葬处的业务 非常非常的繁琐 那我觉得 我在这里应该要提议 殡葬处 应该要让它独立的一个局处 就像 正丰处 就像秘书处 一样 让它独立起来 它才会管理的好 局长 你们有考虑过这样吗 因为我觉得 冰葬处的问题 是在管理 但是 如果你把它独立起来 或许 它会管理的更好 来局长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样 谢谢主席 谢谢黄远 黄远的这个独立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我想我们可以想想看 不过在刚才也有其他的我们的这个明代 也有表示说是不是成立基金 我觉得基金也是一种模式 那其实已经在其他的县市也有人提出 也有在执行这个基金 那其实也有可能透过基金的模式 然后我们来做 所以我未来 我们不排斥刚才黄远所提的 或其他议员所提的 我们来做一个弹性的思考 怎么样去对我们的市民 对我们的殡葬业务能够大幅提升 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做 好 接下来我想 你先请坐下 我想问纳古塔 因为我知道你们现在还要塞纳古塔 但是现在剩余的纳古塔 还有8万多出 还有8万多的纳古塔 那为什么这8万个纳古塔 到现在还是闲置的 然后你们又要去做 1万5千多个纳古塔 到底你们这8万的 是怎么买不出 是怎么外面 就像元恒市是一位难求 那为什么 所以我才会说 是管理上出了问题 你们可能会跟我解释 说那围较不好 或是怎么 你知道说要去外面 你还围败 只要可以回去就好了 所以为什么 我们公营的不能做到这样 那就是管理出了问题 所以我想我才会提说 一定要把它独立起来 局长 为什么我们还有8万多个纳古塔 我们现在又要去增加1万多个 来为什么 好 请到 局长 谢谢主席 谢谢黄议员 对那纳古塔的关心 那的确我们大概现在还有8万3千多个纳古塔 但是跟议员报告 其实我们的纳古塔的数量 的使用的数量 其实可能 议员我们可能 我以后会再提供给您 我们一年光来民众来申请的就1万2千个 所以事实上并不是民众都不喜欢我们的纳古塔 甚至我们预估如果1万2千多个 我们大概6年左右就会用完了 因为那还有调节的跟地理的问题 那像我们 就这不同的地方 我们大概 我们8万多个 我们一年就要用掉1万2千多个左右 那包括像我们的奇金纳古塔 现在是大家都挤得要进来 大家都很喜欢那个环境跟空间 所以因为过去也有一些是旧的 那古早的奇的塔 现在我们的奇的塔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想要朝着最新最好的一个模式去 我们最近其实也都有跟我们的殡葬处 我们去参观 不管是民间的也好 或者说别的县市的也好 我们都有去参观 未来我们也会朝向优质化 然后高品质 然后最优质的服务来提供给我们的市民 没有8万多个 包括我刚才说的8万多个 包括我们基金的塔 包括其他的塔 我们其他我们还会陆陆续续再整理 像所以我们最近还有一些地方 我们又整理新的柜位 我觉得8万多个比较想一半 或者是请8个只有一下 是 你一样才可以赞8万 不正行 8万多的东西在哪里 好 我们会来努力 好谢谢 局长我请问 8万个留在那边是位置是在什么 是哪一楼人家不喜欢 地下室还是最上楼 都有 其实8万多个 是涵盖 现在有用到没用的存的量 有的当然 较少的地方就是这个 这个最底层 人还不太好 地下室 地下室 也有算我们的柜位 最上楼盖 所以我们现在也有用一些 比较创新的方法 譬如说我们最上楼盖的 我们可以结合他 上面的第一层 我们做家族的柜位 还是做夫妻的柜位 用不同的方式 所以我们未来 会越来越多 更多创新 跟贴近民众期待的想法来执行 我们现在就用家族柜位 譬如说现在是单独的柜位 以后我们可能也推出夫妻柜位 然后再来就是说 在比较下面的 那你让家族 里面会搭 对啊 我们现在下面的就是比较优惠 但是我们如果是放在柜位 做家族的 不一定会有更多人来输用 这个我们都有参考国外的做法 是 好 谢谢 我们休息10分钟